歡迎收看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郭敬成 來 我們把下禮拜好運運勢報告給大家 好 一起來關鍵2月14號到20號的運勢了 哎呦 出點情人節了 順便我們來聊一下難忘的老情人 來來來 歡迎我們命運的老師 首先歡迎黃永布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吳美玲老師 好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許瑞哥老師 好 來 歡迎我們的老情人 首先歡迎陳衛銘 你好 大家好 今天要歡迎王思佳 思佳不得了了 思佳出新上片了 真的真的 第二張888之後的No.1 謝謝 好好看的造型 對啊 好歡樂 好復古 就很歡樂 怎麼了嗎 吳明哥 思佳真美啦 大家都冷得要死 你還在全身下妝 女女人沒有換季的權力 就是 而且越辣的 越嗨的 我覺得思佳真的越來越棒 謝謝 就是因為其實就是 去年出了第一張嘛 然後很幸運 今年又還有第二張 可以再接再領這樣 然後也是十首歌 然後呢 這一次我們主打的是 國語的電影 所以有八首國語歌 跟兩首的台語歌 變這麼漂亮 然後MV啊 然後又出唱片 真的 你那些老同學啊 老情人有沒有 私訊給你 約見面 你只能說 就是 或者一直戳你的 在練習上 但是我真的有 就是狹路相逢老情人 找到 然後你知道他用那種 愛慕的眼光看著我 就像遺憾 對 然後你知道你在那一刻 就覺得說 老天爺是公平的 因為當初我 我就是這樣看他 然後就是當初就是我 就我覺得他是那麼的完美 可是那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有一些不開心跟委屈 可是試過境前 真的是過了六年 我在遇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狀態好到不行 可是他已經不復當年了 你說的這個是 網路上大家傳言的那一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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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電影明星狀況也很好啦 不是啦 這不是那個 對 圈外 你這個聽你講起來 好像要不然就是 學校的古號樂隊隊長 不然就是籃球隊隊長 很久遠的感覺 對不對 就是蠻久遠 這個大概就是蠻多年前的 然後只是就是在遇到 角件超好嘛 就是也很不錯 然後就是當年覺得 他真的是帥翻了 就怎麼可以帥成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說他是你的白馬王子 可是兩個人分手之後 然後反正就有點不開心 然後我在遇到他的時候 還好那天穿得是有夠漂亮 你知道穿一個那種 然後洋裝 哇塞 登一個高跟鞋 突然有人拍我肩膀 他說誰 我轉頭我不認得他 還好轉頭沒有看到人 沒人 不是 然後我不認得他 然後我繼續要他走 他又拍我 然後我在轉頭的時候 我上下打量他 他就看著我說 他說 你認不出我來了嗎 我想說你是哪位啊 我再仔細看一下 天啊 怎麼是你 已經跟我 已經跟當年的帥度 已經完全沒有了 走行了嗎 從當年幾分 當年十分滿分 當年 我跟你講當年真的也有個八九分 八九分 然後我在看到他的時候 兩分 我覺得差不多 那總三人哪差這麼多啊 你知道就是 他以前就是那種髮型也會弄 然後都這樣穿得就是 很有型 然後也有練身材 然後就覺得說 整個人就是很完美這樣 然後就覺得說 我在看到他的時候 離一個拼頭 然後穿一個 那種Polo衫 就是簡簡單單 然後也沒有像當年的那種 一氣生發的樣子 不是 他也沒有更生 就是他沒有再打扮自己了 就是可能反撲歸真的 然後他 然後他看著我的時候 他就說 哇你現在狀況很好欸 你現在很漂亮 然後我就這樣 還好啦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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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沒有 只是想 只是想 就是看到你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說 我認識你 他們都不相信我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說 滿歌迷的感覺 對…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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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裡面就 就會想說 真的綁回一層欸 然後他就說 但是我只是想跟你說 一直以來想跟你說一句抱歉 就是當年 如果有讓你覺得不開心的地方 今天然後再遇見你 這時候怎麼回答就 看輸贏喔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你不用放在心上 因為其實我都已經不記得了 然後我還跟他講說 太棒了 而且我還跟他講說 很多事情過了就算了 而且我早就已經原諒你了 然後他就眼泛淚光 等一下 當年是他讓你有多麼的不堪嗎 當年他就是 條件不錯 當然很多的女生就會想要接近他嘛 那大家都還很年輕的狀況之下 他當然就會可能多交一些朋友 或者是什麼 那我們在那個時候 當然就會覺得說 愛情要很專一 你怎麼可以跟別人講電話 或者是跟別人傳簡訊 在那個年代 那你當然就會覺得說 這樣是 愛情裡面是很扣分的一件事情 然後後來也是因為他劈腿 所以兩個人就不歡而散 然後他那時候 就是想要跟我講一句抱歉 對 他就說 真的很 對不起啊 如果當年有讓你覺得不開心的地方 然後就是希望你可以原諒我 應該不要說 謝謝當年的你 讓我今天 我跟你說 綻放開朗 我跟你說 我真的你知道 我跟他講完那一段話 我轉身走開 走到那個走道 然後走出去那個門口的時候 我心情有一種豁然開朗 就會覺得說 怎麼 當年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說當年 你會覺得那是一個結 然後 今天這個人他突然間出現 你沒有預期 這個結會被打開 可是他突然間出現 然後他跟你講了這些話 然後你看看他再看看自己 你會覺得說 還好當年沒有跟著你 不然我現在可能跟你也差不多了 對女生來講 可以看到落魄的前方 不是很重的自己 是 重點 重點要像斯嘉章講的 就是我們把自己的狀況 調整到最好 這是最棒的復仇 因為我跟你講大家不是都很怕 遇到舊情人的時候 自己剛好很很落魄 或者是沒有打扮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輸給人家了 然後又或者說舊情人已經 到了下一個階段 已經可能結婚了 然後帶了另外一個伴 你還是單身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說好像有點 比不過人家 就是 我一直覺得說 男生就是這樣 年紀比我大 本週音樂會經歷到2月14號 情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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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討厭 情人節你們是用躲的還是用 不是 維銘哥你現在有 我已經很久沒過情人節了 那你情人節都怎麼躲 情人節就 沒有情人節就不用躲了 對啊 那斯嘉呢 我覺得 情人節 以前很喜歡過情人節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可以 可以說到每一個情人的禮物 也沒有 也沒有到每一個 就是說這是這種認定的節日 很浪漫啊 如果你有情人 就要跟情人一起過啊 然後可是到最後就會發生說 情人節好像都已經流於一種 模式 對 你知道我曾經有去 吃完飯就上床 上完床掉下去了 我曾經有去吃那個情人節大餐 然後應該是很浪漫的 那種事情 然後可是因為餐廳要賺錢 他就把桌子隔得很近 然後就每一桌每一桌 你知道就是 就這樣子 感覺像併桌一樣 對 就這樣這麼近 明明花兩萬塊 還不如去圓環夜市場 沒錯 然後你知道就這樣這麼近 然後你的男友真的要跟你講 什麼浪漫的話的時候 對方已經隔壁桌的都已經先開始講了 你就想說到底是要聽他們的 還是要聽你男友 可是但是因為長大 然後就我小時候有一個很特別的情人節經驗 是那個時候那個男友他們兩個人都是學生 其實那時候以前沒有說那麼多的零用錢 可以去吃一個什麼大餐 學生窮啊 對然後兩個人就走在路上 剛好有某個活動 就是某個大品牌他們在辦情人節的活動 他說情侶兩個一起來參賽 贏的人就可以吃一個情人節大餐 哇塞 那我當時那個男友就說 要不要去玩玩看 然後就兩個人人想說好吧那去玩 然後還要過三關 你知道我還記得 他第一關就說猜 難怪你後來都不大接遊戲節目 不是 他就說你第一個遊戲是猜 你女友的純印是哪一個 那就想說這怎麼猜得出來對不對 誰會知道 他就很聰明 他說你等一下親在最右邊 作弊 對就是有點小心機 我們就這樣子一路過到第二關 第三關是要紙骰子 誰的比數值得最大 誰就把這個餐給帶走 沒辦法作弊了 沒辦法作弊 可是我們兩個運氣超好 一骰就骰一個6 哎呦 就是最大 然後當場就什麼 一樹鮮花 一隻小熊 還有兩張餐卷 我們兩個人就是吃那個情人節大餐 就這樣子開心很久欸 欸但你們不覺得情人節 你走在馬路上 你一個女生捧著一大樹花 在哪一個小熊 旁邊有男朋友 全世界都在看你 不覺得很怪嗎 我如果自己單身看到這樣 你會覺得說炫耀什麼 有什麼好拽的 可是內心也會落寞想說 為什麼我一樣都沒有 這是很真實的狀態 對就是很真實的狀態 所以如果說 我如果在外面遇到 就單身的時候 其實情人節走在路上 其實會滿落寞的 因為我也有看過那種 情侶走過來 共為一條圍巾的 神經病 你就不要一個疊到 雷死另一個 對… 你當我心愛了 你已經有毛病了是不是 不是 就想說你圍一條 你圍一條 牽手就好了 還要這樣子喔 真的 我圍這個半邊 你再圍那個半邊 然後這樣一起走過來 怎麼共聽一個耳機的 那個也是 我真是夠了 那麼細 真的 你身為主持人 你是不是應該稍微祝福一下 人家情人節的感覺 怎麼困起來啊 怎麼不能心有心結 不是每個女生都那麼愛過情人節 我就是超不愛的那一款 但是… 維銘哥 水平南 浪漫起來 我就在交往的這段幾個月裡面 知道她從來沒有出過國 然後最想要去的國家是日本 想要去東京 我就安排行程然後去東京這樣 去日本玩 然後帶她去 然後我整個安排的過程 我也裝作我不知道她的生日 其實我就安排好那一天就是她生日 就出發那一天就是她生日 那通常我們都是安排好行程 所以飯店會到機場去接你 是 對不對 有車帶你去飯店什麼什麼的 那天我沒有 那天我就刻意不安排車 然後我一路上就安排生氣 就從台北出發我就開始生氣 就讓她不高興 然後帶她去日本 到了日本 我還…到了機場我還發大標 機場人沒有來 你們沒有來 其實那電話根本沒有通 你們怎麼沒有來接人什麼 然後那現在怎麼辦 怎麼辦 坐公車啊 坐那個首度巴士 巴士 坐到那個 坐到那個什麼 巴王子飯店 然後進飯店房間 我就假裝很生氣 我要上廁所 啪 我就直接進廁所 然後進廁所裡面 其實全部都安排了 我從廁所裡面出來的時候 就端了一個 日本人準備的銀盤子 銀的盤子 一個小小的蛋糕 上面點好蠟燭 然後有銀的餐具 然後這邊捧一束很大的花 日本人的一百零朵 玫瑰好漂亮 綠色的包裝 手滿滿的玫瑰這樣 我就端出來笑想 生日快樂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人感動 他不是哭 他表情完全沒有變 就是我們看電影有時候那種 你快要哭出來 是抽搐那種 他沒有 他就是沒有表情 然後我這樣一端他那個眼淚就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感動 然後我也傻 我說這樣 我說那你 我說那你吹蠟燭吧 吹蠟燭 吹蠟燭 我就把花送給他 我說生日快樂 他就抱著也都不講話 不講話 我說你看看花上面有什麼 他就看了一下 我說沒找到 你再找一下 結果看一下中間的那束花 裡面有個戒 就那個花蕊裡面有個戒 好浪漫喔 這只是 就是已經認定了 就是 我已經跟他在一起了 那是他的第一個生日 然後他沒有去過 但你那戒指是求婚戒指 還是只是 沒有啦沒有求婚戒指 就是只是送他一個禮物 對啦送禮物 但是也要碰到女生個性是好的 你換我王思嘉跟郭英全 你前面找到兩巴掌 什麼局都算了 搭公車 誰要跟你搭公車 搭公車就不能 對 開玩笑看 計程車 對而且在那邊演生氣 我會說 你在氣什麼氣啊 你對不對 就是那種情緒上來 你演當然要看狀況 是跟著狀況走 跟思嘉這種的演生氣 根本還沒有離開台灣 他就回家了 對 一巴掌呼下去就走人了 把護照直接丟臉上 逼自己去 看人 看狀況 來 我們現在馬上來進行一題 神秘的塔羅占卜老師 連題目都不知道 題目都不知道 對 你只能夠平直覺選一個號碼 好 看看有哪一張牌浮起來 唉唷 真的是在發光啊 恩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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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好 思嘉 我也要二號 二號 好 我三號 三號 三號再一個 好 娟姐 一號好了 一號 好 那我五號 五號 好OK 那我們就來揭曉答案了 揭曉答案前呢 我們先來看看題目是什麼 可以嘛 題目要先來 題目就是呢 你在感情中 最讓人念念不忘的優點是什麼 哇 好 我們從四號開始來揭曉好了 四號剛好沒有人選到對不對 來觀眾朋友如果你選到四號牌的話 四號牌齁 這一張是國王牌 哎呦 最好的齁 男生選到的還好 男生選到嘛 反正你就是很有guts嘛 就是一家之主嘛 然後呢 非常man 非常有power 然後呢 都會把人家照顧得好好的嘛 就是大男人型的嘛 但是如果是女生 選到這張牌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可能就會覺得你齁 真的是很負責 有擔當 有你在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煩惱 因為他唯一的煩惱就是你給他的壓力太大了 這張棋菜巧士 所以女生選到這張牌 可能會有一點點太強勢 但是呢 跟你在一起呢 也真的是很好 就是你工作啦 賺錢啦 買房子啦 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實你真的不用擔心 你知道有一些男生 口口聲聲說 我要孝順媽媽 我要孝順媽媽 我要孝順爸媽 然後呢 週末回家陪爸媽的都是老婆 他自己都跟那個男生 跟球友跟車友去打球啊 去騎車啊 幹嘛的 所以你就是屬於那種很顧家的那種類型的 讓人家念念不忘 再來如果說你選到的是3號的話 3號是黃老師選到 然後美瑩老師選到對不對 來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3號的話 3號這一張牌呢 是魔術師 魔術師呢 就是代表 欸 你是幽默風趣 聰明過人 這張是90分 哇 最記得你的就是只要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很會講笑話 然後呢 這個廟語如珠 把它逗得很high 然後很開心 然後天南地北啊 從電影聊到音樂 從音樂聊到小說 從小說聊到出國 從出國聊到吃東西 反正你就是永遠跟你在一起 都有聊不緩的話聊 然後呢 有心有靈犀的感覺 OK 那如果說你選到的是1號的話 1號是靜存傑選到對不對 好 來 觀眾朋友選到這一張牌的話 這一張牌呢 它是情欲的慾望 你看喔 一個女生呢 她是沒有穿衣服 然後就在一隻獅子上 OK 然後呢 這張牌呢 就是 性感熱情一事成主過 好準 這是什麼卡羅策研啊 還好沒有選到衣服 然後就昏倒 你知道這張牌 其實是獅子座的守護牌 我本來是要給你選的 我跟你說 我剛剛一度有想選衣 真的 我承認我剛剛一度有很想選衣 OK 選到這張牌呢 女生性感又熱情 那男生呢 也是屬於那種很熱情又很大方的 體力都超旺盛的 時間又久的 那反正呢 只要一進到房間呢 就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過去就都不出來的那種 那通常呢 自己本身呢 又都很開心啊 然後對生命充滿了熱情啊 常常會約另外一半 去做很多刺激的啊 有趣的啊 好玩的事情一起去享受生命 這張牌還滿好的 所以呢 你的前度離開你之後呢 可能在交別的男朋友 別的女朋友之後 這樣默然回首都會發現 真的沒有人比得上你 這張最厲害 這堵哥最了解 是我不好自己一直說 哈哈哈哈 為什麼堵哥最了解 我的口碑他都一直有聽過 等一下都會跟我反應 哈哈哈哈 我是不好一發現 你剛好是客戶服務中心的 對啊 客戶服務中心啊 我只有簽一個藝人吃人酒 哈哈 那如果你跟堵林哥選到的一樣 是五號牌 五號牌這一張喔 我們在這十十年中間 人生的很多點 很多點是不可思議的 一個恐怖 那如果你跟堵林哥選到的一樣 是五號牌 五號牌這一張喔 我跟你講這張牌喔 是星星牌 喂 星星牌 什麼意思 星星 有沒有哥 其實這一張我本來是要給你選的 因為這一張呢 是水瓶座的守護仙座 真的啊 嗯 守護的牌 星星牌呢 這代表喔 這個是一個優點嗎 也是 是一個缺點嗎 可能也是 因為是忽遠忽近 難以捉摸 這一張是六歲 我相信我你是忽胖忽瘦的喔 哈哈哈哈 OK 星星因為他會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他在優點的部分喔 就是你跟人家在一起的時候 既不查情也不囉嗦 然後不會強迫人家做什麼事 跟對方在一起的時候 給對方很大的空間 所以對方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很輕鬆 但是呢 有一些比較黏人的 的伴侶喔 他就會覺得 欸怎麼今天打了電話 然後三天就不見了人影 然後五天就人間失蹤 那突然間出國也沒跟我講 那今天很熱情 突然間明天好像變得很冷淡 好像昨天很愛我 然後今天好像又對我 變得沒什麼意思 所以呢 人家在跟你相處的時候 就會覺得齁 你在忽遠忽近忽冷忽熱 然後有時候熱情 有時候要很疏遠 所以人家就比較不知道 你心裡面到底在想什麼 會有一點沒有安全感的感覺 你這個鏡頭是什麼 對 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告訴人家 你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是很愛你的 但是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所以我如果 表現出比較冷淡的時候 不代表我不愛你 但是我可能今天心情就是這樣 喔 那 你把那個罐頭簡訊的軟體嘛 設定好每天發一封給他嘛 喔 對 他就覺得你很在乎他了 有這種喔 有啊 真的他很高興的時候 他今天很熱情的時候 他就對你很大方 對你很熱情 然後擁抱你 親你 還對你笑 但是他明天冷冷的時候呢 不行 他就把你擺在旁邊 他可能就把你當作路人甲 路人儀 就會有這種特質 是 但是你就要讓對方習慣說 那就是你的個性就好 水瓶座也有這種特質 再來 如果你今天抽到的是2號 2號是私家選到 然後呢 維銘哥今年選到2號對不對 不是50分就是100分 對 好緊繃喔 搞不好是20分也有可能 對也有可能 來選到這張牌呢 是愛人牌 愛人牌呢 這張牌呢 是體貼大方無為不至 你看 是不是 愛 是不是 對啊 會為另外一半著想 想要知道對方喜歡吃什麼 喜歡什麼 精心安排 然後呢 照顧對方的情緒 然後呢 就很會關心別人了 所以這張牌呢 在戀愛里面 還是要兩組而已喔 老哥我趕快打語音 快點 真的 一公一母 受完也沒有 真的 來 思佳說你 你最遺憾的是 你跟初戀男友分手 那時候會 大家會一起坐公車去約會 因為他說學生嘛 然後很浪漫的就是可能 他送你回家 然後他自己在坐公車回去 好棒喔 對就是很浪漫 然後因為不同的學校 會找時間相處 那可能周末就會 去看個電影 然後大家走一走逛一逛 就是以前的要求也就很簡單 就覺得千千小手大家就很開心了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年紀小 比較不懂事 就是我一直覺得說 男生就是要年紀比我大 就是才好像可以 比較會懂得照顧的女生 可是因為年紀的這種東西 好像真正長大之後 你才發現說內心的成熟 真的跟歲數沒有關係 對 然後在那時候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有點鬼大牆 就是很糾結於 他年紀比我小這件事情 喔 對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用了一個 就是這樣子的理由 就是去跟對方提了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不是很適合 對 那就是當然 事後也會覺得很後悔 因為那根本跟他這個人的本身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就好像 這個後悔是在 進你一圈之後 是不是 這個後悔不是說 現在看到他有多好 而覺得後悔 後悔是說 當初糾結一個很無聊的理由 對 後悔是說 你覺得自己當初 不應該用一個這樣子 這麼無聊的理由 自己在 沒有辦法過得這個關卡的時候 然後去傷害別人 而且覺得他個性也滿成熟的 對 就是說 他並沒有做什麼不對的事情 他什麼都沒做 大家也沒有